好 下边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高频考定 272差数 期权定价模型 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考试来讲 272差数我们是需要掌握的 因为它并不复杂 你只要会单期二差数 而272差数无外乎是分两次运用就可以了 所以主要命题提醒 计算分析还是要把握一下 什么叫272差数 我们前面讲的都是单期 你看股票价格是多少 到期日六个月 直接到六个月以后的 到期日的股票价格 期权的到期日价值 但是在单期二差数下 你在完成这个点期权定价的时候 你考虑未来的期权到期日价值 仅仅是考虑了未来的股价 两种股价所计算出来的期权到期日价值 那你这种时候评估出来的期权价值呢 可能和实际情况差异就会比较巨大 因为我们真正要解决期权的价值 是要去考虑在这六个月当中 你可能会有无限种股价的波动 我们如果能够把这六个月当中 所有的股价变动波动都给它考虑进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期权价值评估出来就比较客观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如果能够把单期变成272差数 那你将来考虑的股价的因素就更多了 你考虑的股价的因素更多 你将来呢 我们把两期再变成三期变成多期变成无限期 也就相当于可以考虑到整个期权到期之前的所有各种可能的股价 那你最终的期权定价 实际情况才比较吻合 所以来看272差数是将期权到期时间分割成两个期间 你比如原来是六个月到期的期权 我现在把你分成两期 每三个月是一期 每期是三个月 那这样的话呢 股价的 我们在最终完成期权价值评估的时候 未来所考虑的股价的分布就会比较多了 那期权价值就更接近实际 那么下边呢 我们直接通过一道立体来说明 给大家说一下思路 思路掌握了 那就是一个重复计算的问题 你看啊 假设ABC公司的股票 现在的市价是50块 有一股以该股票为标的资产的看涨期权 执行价格是52.08X直接给定 现在的股价直接给定 到期时间六个月 把六个月分成两期 每期三个月 每期的股价是有两种可能 当然你可以和前面的单期二差数做对比 我们后面讲到多期的时候 实际上会给大家提到过 一旦你期数发生变化 股票价格上升或者下降的 上行乘数啊 下行乘数啊 上升百分比下降百分比 必然要做出调整 而这块呢 上升百分之二十年五六 下降百分之十八点四 那无风险利率每年呢 是百分之四 我划分的每一期 因为我要采用风险中性原理折线 我是按照G7期的折线率 那每三个月是一个期间 对吧 每一期的折线率 那就是百分之四除以四百 百分之一 要求采用复制组合原理 和风险中性原理 计算期权的价值 结果一样 来我们看一下 无论是复制原理 还是风险中性原理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 要画两个二差数 一个是股价二差数 一个是期权价值的二差数 因为期权价值要依靠最终 期权的到期时价值 而期权的到期时价值 依赖于最终到期时的股票的价格 到期时价值 所以我们先得画股价二差数 大家看不带入数字的S0 现在的股价 给了我上升百分比下降百分比 我就可以把上升以后的价格下降一次以后的结果 计算出来 SUSD 那这块的上升百分比 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六 那这块呢 接着往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六 再上行一次 在这个点有了以后呢 我下降是百分之十八点四 那你建立在这个价格乘以一件十八点四 那就变成SUD就有了 你先下降百分之十八点四 然后在这个价格之中 再上升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六 我们是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六 又可以 这两个价格是一样的 SUD 你再下降 在他的计算下降百分之十八点四 SDD就有了 这个名符号无所谓 然后你套数进去 50上升再上升 50上升下降 50下降上升 50下降再下降 三个股票的到期日的价值就有了 这三个有了 那接下来呢 我根据和执行价格的大小关系 执行价格52.08 到期日股价只有一个超过52.08 那就是这个数 所以看涨期权 所以这两个的期权到期日价值 自然就是零了 所以我们根据刚才的股价二差数 就可以把期权二差数计算 到期日价值就有了 它就有了 它是零 它是零 好 接下来 只要有了前两个二差数的图形 复制原理也好 风险中心原理也好 那就是套公式 那我跟你说思路 剩下就是计算的问题 我们先来复制组合原理 那复制组合原理 我最终是要把C0定出来 但是既然是272差数 那你看啊 我们一步一步从后往前推 先聚焦这一步 这是一个什么二差数 这是一个单起二差数 那你它对应的股价的单起二差数 对应的是哪个 它对应的是这个 所以你现在 你刨掉我们刚才的这些符号 你把它当作S0 把它当作SU 把它当作SD 你把它当作C0 你把它当作C0 你把它当作CD 我就问你 能不能把这个点 就是C0的价值求出来 可以啊 先求H CU-CD 23.02-0 除以这个时候 对应的SU-SD 是75.1 减去50 H就有了 B呢 套公式 H乘以SD SD指的是哪个 是这个50 减掉什么呀 CD CD就是0 再除以1加1% 好了 HB就有了 HB就有了 它就能用H乘以S0 注意这个S0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61.28 所以就用H乘以61.28 是吧 然后再减去B 它就有了 好 它有了 把它作为一个单期二差数 对应的就是它单期 但这个时候根本没必要算 因为两个倒气式价值都是0 它这块一定是0 CU刚才我们就已经求出来了 好 我们直接看后面结果 CU我们求出来是 多少 10.8 好了 接下来 我们最终是要定C0吗 来 CD这块肯定是 来 这又是一个单期二差数 它对应的 就是这一节 它就是S0 它就是SU 它就是SD 它就是C0 它就是CU 它就是CD 我来问你 再用一次单期二差数 会吗 会呀 H不就等于 CU-CD 除以SU-SD B就等于H乘以SD 再减去CD CD是0 再出一加1% 那H乘以S0 这个时候的S0指的就是50了 再减去B 那最终不就求出来 好 复制原理 那就这样 那如果是风险中性原理呢 那就更简单了 如果是风险中性原理 也是走两步 这两张图形有了 先来干嘛 当然上行概率 下行概率的求法 一旦给了我上升百分比 下降百分比 上行概率 下行概率的这个求法 我后边给他写了两个公式 是我原来给他讲到过的 这个你就算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难度了 上行概率 下行概率都有了 一旦上行概率 下行概率有了 接下来仍然是我们刚才的思路 我先来把它当作单期二叉数 这是C0 它就是CO 它就是CD 这就是对应的单期 它就是S0 它就是SU 它就是SD 上行概率 下行概率有了 你用上行概率乘以它 加上1-P下行概率乘以它 就可以把期权到期日的期望值求出来 那也就是23.02 乘以求出来的上行概率 再加0了 对不对 求除它就是这个点的期望值 折回来 除以1加1% CU就有了 那么CU我们求出来是多少 CU求出来是多少 CU求出来是10.8 那还是10.8 我们刚才结果一样 好了 一样的思路 它如果求出来10.8 它肯定是0了 那后边这一步 你又把它当作单期二叉数 这不S0 SU SD吗 这不就是C0 CUCD吗 一样的上行概率有了 下行概率有了 可以把期权到期日的 三个月到期日的期望值求出来 那不就是10.8再乘以P 再加上后边就是0了 再除以1加什么呀 1% 好了 就把它折回去 C0也就有了 所以有什么难的 一点都不难 会单期 就会 两期 三期也会 对吗 所以后边的计算过程 大家自己走一遍就可以了 好 下边我们看这张的最后一个高频考点 看跌期权的股价 单选题掌握就可以了 下边我们要讲到的实际上就是看涨期权 看跌期权的一个评价定 就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掌握它 但是从英考的角度来讲 实际上这个公式本身直接记住就非常简单 并不难记 左半边涨跌涨跌 看涨期权的价格 减掉看跌期权的价格 右半边就是标的资产现在的价格S 减掉执行价格的限制 你记住这个公式 直接用它就可以 我们要求看跌期权的价格 你要知道看涨期权的价格 标的资产现在的股价和执行价格 你会求限制就可以 执行价格的限制不就是执行价格 执一个抑降 执就完了 对吧 所以最干脆最直接的方法 把这个公式记住 涨跌涨跌 看涨减看跌 等右半边 什么标的资产的价格 现在的股价 减掉执行价格限制 当然一开始在学这个公式原理的时候 是怎么来的 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 这个没必要 英考的角度来 直接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好吧 来我们下边看一下 它的考题就可以了 13年的这道单权利用起来非常好用 某股票现在的价格20 以该股票标的资产欧式看涨期权和欧式看跌期权的执行价格24.96 都在6个月后到期 年无风险利率8% 如果看涨期权的价格是10块 那么看跌期权的价格应该是多少 你一定要注意这块是6个月的期权的期限 给我们的年无风险利率是8% 那么6个月的无风险利率是多少 4% 这个不要用错 直接套公式了 看涨减看跌 看涨的价格是多少 10 减去看跌 是我们要求的 等于现在的股价20 减掉执行价格24.96 除以1加4% 执行价格的限值吗 那就一个未知数看跌 你把看跌求出来不就完了吗 好 我们最终求出来是14 所以最终答案选择C答 好这样的话呢 等整个第七章期权价值评估 有关的高评考点 就为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大家